国语有生善书 无极禅化愿 虚元堂善书 幽名陈伦济史 主著先佛为地藏王菩萨 幽名教主地藏王菩萨驾 盛世 无今夜降著 幽名陈伦济史 第四十八章 掌劫寿生总得已 盛世 无今夜降著 幽名陈伦济史 盛世 是人当之一个人之福禄寿算君前生已定 即是在寿生 出生之时就已注册明确 无以便也 当然亦为有功善多者 时可云语更改也 世人不得不知 徒儿走了 再访地府十殿 徒儿遵命 且在这殿 更感悟理不少 披露各殿目的就在于此 以物世人也 且今已造访十殿 这幽名陈伦济史已尽为生已 不知还需多久 徒儿不知 物银年底可成住也 那么快吗 不错 但恐顶多再严个一期吧 师徒二人同邪不出堂外 成采云腾飞而起 此刻须比一福下菩萨所赐之丹丸 实在时光飞逝 那么快 此不圣书就要完住 亦是世人之福也 但愿如此 能得劝化 则无愧师徒二人之助也 徒儿认为这种圣书不能广化也难 因世人不知地府之严重性 往往无警惕之心 既有此书 那劝善必定得利也 但愿如此 则无枉费心机 亦可不附上苍旨意之用心也 师徒谈谈间 采云已到十殿宫门之前 一礼一礼 十殿严君及众叛司 玉利等列队宫营 免礼 可个司职守 借着菩萨与明王往内宫歇息 须比随叛司再访十殿转结所 今夜再劳烦您了 不必客气 二人边谈边行 经过前面六大司 且六大司之听牙前均有对联 须比无暇顾及 须谎而过 来到了掌杰司 这应该是第七大司吧 记得上回您介绍到六大司 是吗 不错 这里是第七掌杰司 不知职责为何 此掌杰司专司职人物之转结注册事也 这我还是不懂 例如有大善人应该富贵福禄己事 大恶人应该贫苦落魂己代 而捏重者应转为触道己事 或是能不能转负人身 或永远无法转负人身等 都得在这里注册明确以便转生后施行之 那人知在是一生福禄君早已注定的事吗 大致如此 难道无转环改变之情形吗 法理是活的 而且以德善为主 是可以改变的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好比由三台北斗星君驻禄善者 成玉帝批事后 再转入帝府十殿 由冥王转到此司来改变之 原来是可以改的 为善得可改 西世人亦能明知 再往下看第八大司 兽生司吧 二人已往第八大司 兽生司 此司占地比前七司要来得大 兽生司前有一对联 上联 生父死 死后生 这转回何时停歇 下联 处转人 人转处 这道理各自思维 对联含义颇奈寻味 即是处人同灵也 故不可杀灵害生 如同害人一样 你还真能礼物 盼思您说笑了 不敢 本灵同根生 相杀何太极 理事也 您知体意更是深入 又不知此私职私何职 既是授予转生之人 实际实用之东西 以便出生代入 阳间使用 即是所谓先天待命也 好比为官之人 即授予官带龙袍 而善得妇女 即授予侠冠奉配 又如转生生意人 商人 即授予算盘 文人授予墨比 农人授予农具 乞丐授予拨碗等等 即是依其身份 象征性授予实际之东西 已投生 所以世人各有其专长 别人是跟不上的 就如此的授生 然后投胎 就依所授而行也 这就是授生思之指掌 是也 原来如此 这本来是事实 世人往往不知 像是不是做生意的料 怎么学都学不来的 非文人之身 那文章或是写字 就是别人无法比得上的 这话不错 再入内看看 二人一入内 见有一区望台 台上坐一老玉 四周有女仆围绕在台下 几层整齐 有甚多人坐在搭建好之凉棚 大概有五六十座 开怀痛饮 好不热闹 好像民间之夜市 茶楼酒馆热闹非凡 且游走各凉棚到酒者都是妇女 真是奇特 我感觉口渴 想来一碗爷喝 这你喝不得也 为何 这就是迷魂汤事业 难道你没听说过吗 只知民间有迷魂来 银间之用者 地府怎要这东西呢 你错了 到这里的都是要去投生的 让其喝下这迷魂汤 好让其忘记前世之事 然后投胎 那如果知道的人不喝 那怎么办 由不得他不喝 地下设有铁钩 不喝之人无感应 即以铁钩勾住其脚 然后以铜管压住其侯贯之 设想还真周到 这集是所谓的孟婆汤事业 是不是在趋望台的那位老奶奶设计的 不知其来历如何 不错 就是她 她是前汉之人 过去知事不思 莫来知事不想 再是时总是劝人行善持素 年纪81岁 还童颜鹤发 未曾嫁人 到了后汉 才修道成道 后来玉帝赤为幽名之神 就是这位孟婆老奶奶事业 且玉帝准其选择诡异史患 采集世间之药材 炼成之孟婆汤 甘 辛 苦 酸 减 五味俱臣 善人喝了投胎 人一生健康聪明 恶人喝了投胎 总得带一 二样的并随身 这种汤真是妙啊 能不能带些回阳间 你爱说笑 那怎么使得 这是范绿条的 对不起 说着玩的 这些人喝了孟婆汤之后 就由那涌道出去投生 那为何有些人整整齐齐的 有些怎么带着鳞角羽毛 皮毛之类的呢 这在寿生思所给予的 你一看就可知道 这些是要转生触道 或飞禽走兽等的 过那涌道 还有那转生之桥 也很精彩 今晚暂不带你去 下回再去看看 现在回殿功复命 二人回十殿内功复命 怎么样啊 开眼界 不来不知原因 本来人生之过程 就是这么回事 但尚未看到转生地方 何疾之来 下回再看 为师带你回去 师徒二人呈彩云回堂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 可从地狱离开去 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 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 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 则有两位 入轮道 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 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 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 会荣誉总功德主准 与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恒堂圣书 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 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 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 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拔与生前筑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级老母从无级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级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 皆可以生前筑集或抄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摩弥勒净佛后回向院往生净土 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愿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才不失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注印善书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